喂小鸡 聽說今天我們是主角 喂你聽不聽到我說什麼 嘿主角這麼累的事 你做好了 我還是躺在這裡休息就可以了 Hello今天就是由很多很多小片段集合成為的貓狗得一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我們現在開始了 Chopper早上還睡得很柔軟的時候 是會有鼻翔的聲音的 你剛才做什麼扯鼻翔呢 你很累是不是 你這樣累什麼 你昨天是不是去丹尼去偷東西啊 嘩這麼慘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餓了 早上起床就要先餵飽了兩個主子 小吉是吃長糧的 但是它有個很嚴尖的要求就是就算它的糧盒裡面有糧也好 也要加新糧才肯吃的 還要早上要加零食在裡面才會吃得開胃的 小吉的食物盒放在廚房 你會看到外面有一個欄 不是我們困著小吉 而是要困著Chopper 讓它不要偷偷地吃掉小吉的糧 而小吉吃飽了就會自己跳走 餵飽了大陸就到小朋友了 Chopper是吃半頭加乾糧再加水的 就可以有充足的水分 而Chopper是不能放長糧的 因為它雜的聲音就會吃掉整個碗裡面的糧 所以份量是要計算得剛剛好 說起飲水給大家看看小吉在用飲水器的樣子 好可愛喔 你是不是在欺負小吉 小吉呢 Chopper 小吉呢 你們最期待的貓狗雙親相愛畫面是不會有的 他們是有距離在家裡一起住的 哈囉小吉過來 對呀 哇 乖兒子 小吉最喜歡的是被人拋頭和下巴的 或者是近屁股的位置都可以的 其他地方就不要打算碰 而Chopper在摸這方面就比較滑 基本上你摸哪裡都覺得很OK 喝你沒有的 不可以了 我先把球放進去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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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那邊呢 那邊呢 你拿近一點先 近一點我才扔給你 那邊呢 我不扔了 那就 玩了 你給我一個球吧 是 那邊呢 到小吉的玩樂時間了 其實小時候他會活躍一點 但是隨著年紀漸漸長大 還有比較有深廣提款之後 他就很少動了 所以呢 這個畫面呢 都是特意拍給大家看的 其實他也不是那麼想玩的 哈哈 接著呢 就到零食法方時間 可以給大家看 小吉是很喜歡吃這一包 冷凍風乾的鴨小胸 基本上一打開這一包 他就自己會跳上來 吃得瓶瓶有味 重要呢 只要你有這個零食在手 基本上叫他做什麼都可以的 你想他近這個鏡頭 他就真的可以越走越近 不過他吃夠呢 又是會走的 而Chopper 就是一個肉球不滿的代表 基本上任何時間 他都是很想吃東西的 所以呢 他的零食 就是有限量的發放的 大家看慣了Chopper的天使面孔 其實他也有魔鬼的一面 我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看 他又搬到旁邊 但我發現 其實他沒有吃過 很漂亮 他純粹是想霸佔這條零食 但他應該吃不到的 你這隻小狗 快點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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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爭啦 吃東西吧 我想要避開這隻小狗 進了房間 我把他拿過來追著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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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吃吧 你都還沒吃到一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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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終於在吃了 你不要以為他吃的時候 他會溫柔 他吃的時候也是很餓的 好啦快點吃下去吧 對了不搞你了 快點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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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比較有空的時候 我放了一個寵物鍋 給他們 打算看看哪一隻會上臉 用一下 通常有新的都會先給小吉 因為他是大哥來的嘛 那他呢 就在這裡聞一下 進去探索一下之後呢 打算他有興趣嘛 誰知道呢 他很快就走了 而我們最貼心的小狗呢 是一定不會嫌棄的 這張陣好沒有錯啊 哎呦 他好像很滿腰 你不走了 有隻貓毛在這裡 哈哈 知道嗎 整個下午呢 小吉都是在這個 貓架最頂層那裡睡覺的 對 所以是沒有東西好看的 他就這樣收起自己的頭 這樣捲著 就睡一個下午了 是啊 我們的小兔子在這裡 對嗎 喜歡小兔子嗎 你呢 你呢 你喜歡哪裏 你喜歡小兔子嗎 那小兔子呢 如果小兔子會怎樣 會咬人 哈哈 他是不喜歡被人碰肚子的 他是不喜歡被人碰肚子的 他是喜歡被人弄個頭頭的 雖然他們沒有什麼互動 但其實都很關心對方 經常都是這樣坐著看著大家 乖 乖 請問問你對自己這麼胖有什麼看法呢 沒什麼看法 好 多謝訪問 說這麼快又到晚上人吃飯的時間 光景會是怎樣呢 桌下已經有一隻小狗 忍住了 聽吧 坐好 對了 掰掰 對了 讓你吃飯了 小吉就不會在飯桌或椅子上阻礙你 不過他會默默地坐在廚房 告訴你他也在等待食物 雖然他的飯桌很多貓糧 但他不是要這些 他也是要他的冷凍風光鴨小胸 當我們吃飯就會剪小小給他的時候 他就會吃得很開心 吃完飯之後就會放Chopper 不過我經常拍VLOG 所以都沒有特意拍給大家看 今天這條影片由小吉等食物 等到黑眼粉這個片段還有結尾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